焦点视频有请师傅的时间 迎光目见到我们请了一位师傅上来 就是致荣居士邵志明师傅 大家好我是邵志明 师傅 我今集节目邀请到你上来 因为作为在香港的一个园学家 你涉及了很多不同的业务范围 其中在园学或者风水上 对于香港未来的命运预测 我是很想请教你的意见的 而在之前我和你一些对谈当中 我请教你的时候 我提及过明日大遇 亦都赖到其他一些不同的话题 但是一个明日大遇既然这么大 我们不如先用这个作为一个引子 去讲一讲究竟明日大遇和未来 香港的命运的发展有什么平衡呢 这个问题你们都是拿得很准的 最近社会上有很多讨论 就是在明日大遇这个项目 大家有发表一个不同的意见 明日大遇在我们的看法来说 第一我们作为一个玄学界 作为一个风水的要求 首先是要求风水的营局 然后是否离不离于将来的发展 第二样东西也是在现时来说 就是香港作为一个世界的金融中心 也是没有金融的支持 是很困难去运作一个社会的 事关于明日大遇这个项目 要动用一万亿 粗略估计如果再有五千亿 或者一个零的超支 跟随时 香港是用什么去做这个基建呢 嗯 是吧 那我们说回风水方面 明日大遇的项目 风水的切点 是交易州附近 是的 交易州附近 我们说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海湾 在这么大的海湾 而是离开了大遇山 也离开了港岛的地域的时间 中间是非常空荡的 可以这么说 嗯 所以你说 在风水的角度来说 你说那里是用来 为了增加建屋的数目 而在那个位置 来作为一个居住的人口的新社区 这是很大程度 都是不合风水的原则 哦 就是对于将来我们社群的健康发展 各个事业的发展 人口的健康和谐性 都没有一个合格的条件 基于合格的条件都没有的 嗯 是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说 一件事就是 考虑性就是说 譬如这样说 在之前香港经历的金融公布 其实也是靠香港的储备去资产 是 是 如果说 如果你是一个 不是那么具价值的 而发展到一个这么大规模 那么呢 另外呢 还要赴上香港市民 这么多年积蓄的1万亿 或者是2万亿上去 嗯 作为一个代价 这个就是非常之 需要去考虑清楚 嗯 因为 现在来说 很多都围绕着田海的一个话题 是的 你说田海是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在香港来说 似乎 这个也是必须性的 嗯 是吧 必须性的 但是 你考虑一件事就是 必须要符合到一个社区的运作 另外呢 我们照看以往我们对香港的研究 很多时候某一些项目 都是失据在选址 失据在决策 嗯 嗯 那里就形成一个 对于我们将来 香港的一个发展 是非常之伤害性的 嗯 譬如说 譬如说 我在 记忆是一、二年的时间 是的 我写了一篇 就是名字叫做 《八云之劫》的一篇短文 嗯 那何来《八云之劫》呢 的来源就是 因为这个 大武山的来龙 经 獅子山郊野公园 再上飞蛾山 嗯 再经 我们叫做 飞蛾山 是作为一个龙楼的标志 再经大上托 而过里沿门 潜龙再起 北架山 嗯 就来到港岛 所以这个大上托 就是现时的 我们叫做 安达神石炕墙这个位置 哦 是的 那当时 因为是 港英政府 在或者 由 物理律号 时代开始 很多基建 建设很多公屋 嗯 嗯 需要很多建筑石料 所以 就选择在安达神 採石 但是呢 这个定点 忽略了 在香港 风水营局的 一个 伤害性 嗯 嗯 那现在我们看回 安达神石炕墙 的 整片的 山坡 甚至乎 画得很深 我们叫做 说得不好听的 就是 断了龙气 哦 那当然 断了龙气的时间 很多时候 我们就会失聚于 我们的 一些高层 一些上司 一些长辈 或者是家族性的支持 嗯 嗯 嗯 同时 在龙气伤了 这个情况之下 也形成了 在八运 以香港中环来立极的话 八运是近卦 就在我们的东北方 嗯 顾此言 我们在说 在链头上 就形成破局 嗯 嗯 形成这个破局 就令到 在政府的运作 管治 各样东西 就失聚了 嗯 很多时候 就达不到 就是说 家旺 万事兴 或者你这个 行政的决策 是可以 造福到香港 政府 香港市民 香港社会 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引发到 香港的一个困境 现在 延续到现在 仍然在努力 就是我们这个 对疫情的一个对抗